校長 主任 各位夥伴大家鼓安 鼓安 這是我們二年級團隊 從課程出發的讀寫聯繫 主要是因為學校有安排讀寫聯繫的研習 所以我們就想說 這次我們就從讀寫聯繫開始 那延續一年級以來 我們各項例行性的閱讀活動 我們開始思考 怎麼讓仲向跟橫向的課程聯繫 讓孩子能夠有更多的語文活動 那我們不放棄任何鼓勵孩子去寫的機會 所以積極的從課程當中 發展出一篇篇的短文 孩子也在短文中互相觀摩激盪 然後慢慢揣摩出一篇篇 我覺得很動人的篇章 那我們從我們的國語課本裡面的四個單元 我們就進行我們這次的讀寫聯繫 那第一個單元是美麗的大自然 我們就把國語啊生活啊綜合啊 還有溫馨的情義就是國語跟英文 那在快樂讀故事裡面就是國語生活跟綜合 那我學會了這個單元呢 我們就是把國語跟生活結合在一起 然後讓他們去做一些短文的練習 那第一個單元我們在美麗的大自然裡面 我們孩子要開始種種子 那我們種種子是配合生活啊綜合的課程 那他們種下種子之後 我們就我們班上都有那個小日記本 那他們愛寫什麼就寫什麼 有的時候會給他們題目 有的時候不給他們題目 像這一次我們就給他們題目說 我們要開始觀察你的綠豆 它是怎麼伸展的 那他們在觀察的時候 每個老師的那個引導方式不同 那像有的小朋友就是很真實的描述 像左邊這邊 他就是他不愛寫沒關係 畫出來也挺不錯的 那我們就讓他畫 然後像右邊這小朋友就是很愛寫的 然後他就會寫了一大堆一大堆的東西 然後他們就開始練習類似像 自然筆記的東西 然後他會去記錄這個 他的種子是怎麼成長的 而且這些小朋友很特別 他們就會開始賦予他生命 然後給他名字 好像他這裡就有什麼 大姐叫文文啊 二姐叫瑤瑤啊 三姐 小妹叫拉拉啊 他們正好是大中小 因為他們是三胞胎 甚至是2016年3月14號 然後他就把他畫出來 那有些小朋友呢 就像這個 他也給他名字 他說他名字叫豆豆先生 然後他在泡澡 然後第一天說好舒服喔 第二天說我肚皮破了好痛喔 然後到第三天 第四天就慢慢的 把他所有的那個 生活當中 他觀察到了綠豆成長的狀況 他把他畫下來 然後他也像寫漫畫一樣 就是四個漫畫的形式 慢慢的把他的內容 加上自己的想法 讓他的豆子好像真的有了生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在我的班上 因為我就帶他們去認識一些種子嘛 然後我就開始想說 怎麼讓他有說故事的機會 所以我都把故事留給他們講 我就說 欸你們猜猜看這個豆子 最後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小朋友就開始天馬行空 然後他們講了好多 我就覺得 你們不寫下來好可惜喔 所以我們班的小朋友就寫一寫了 他們寫完了之後我就覺得 欸其實他們應該也要來寫寫看 那因為我們閱讀在二年級呢 我們會有一個共同的繪本故事時間 我們會集合到我們的事情教室 五個班級一起聽故事 我就準備了五張頭一片 然後一堆的種子在右邊 一箱的種子 那我就開始講 欸這個種子啊 他是可能靠風力 有些種子是靠受力來傳播的 然後我就把種子拿出來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覺得這個可能是靠什麼力氣 啊什麼力氣傳播的 小朋友就開始猜啊 然後我就說 欸那現在它會發生什麼事呢 開始就全部都交給他們講 然後講完我就負責拍拍手說 哈你們怎麼那麼棒 然後我就把我們班小朋友的作品 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我就跟他們講說 欸你看二年五班的小朋友們 他們有開始寫故事了 你們要不要試試看 然後試試看 那當然要獎勵啊 他們才會了 才會開始有動力嘛 我就說好老師這邊有非常多的種子 只要你把故事交給我 我就送你一顆種子 你可以自己選 除了那個棋盤叫很大顆的 我們只有一顆以外 我說其他你都可以自己選 好所以呢 我就把我們班小朋友的作品 就拿到現場去 好這是我班小朋友寫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大家好 我是小飄飄 我很喜歡唱歌 媽媽說出去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我們要出發囉 小飄飄和朋友到新家 快冒出雅來了 卻被大腳踩到了 幸好他身體很健康 沒有被踩餅 好雨水太多了 我新家淹水了 太陽照到小飄飄的家 激水的地方都乾了 小飄飄要終於長大了 好這就很簡單的一個故事 就是我就告訴他們說 你一定要遇到困難 因為遇到越多困難 那你的故事就會越長越精彩 好那後面呢我就會 我就會給他們一些回饋 那小朋友他們就很愛看這個 那這是我們班的才女寫的 這小朋友非常的厲害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就是那種難得一見的英才 真的 我就覺得知道這種小朋友 你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其實都不是我教的 他就是自己就很厲害 他就寫很多東西啊 然後他就說他媽媽給他一個 然後他就掉到海裡面 他就說救命啊媽咪怎麼辦 然後他媽媽就跟他說 你把頭倒過來 那你就可以浮起來 然後又遇到電風扇啊 然後最後他們就落腳在一個果園 所以他們就可以寫出 非常非常多很特別的故事 那這些故事我覺得都是其他小朋友的音價 因為當我講了都不算書 他們會覺得老師好難喔 我做不到 可是當他的其他夥伴寫出來的時候 你拿出來他們就會覺得 喔他可以耶 那我應該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是他們的音價 所以我就把這個故事書就拿到別班去 然後其他小朋友我就開始用種子 其實種子拿到他們可能回去也就丟了 可是當下他就會覺得我好想要喔 所以他們就會很積極的跟老師說 老師我要寫 我要寫 然後開始每班的小朋友就開始寫 那第二個單元就是溫馨的情意 我們就提到母親節的活動 跟他和同學之間的情感交流 那我們就是配合我們的小故熊的超超話 他是一篇書信體的應用文 好那我就想說母親節到了 那我也一樣在講個故事 我媽媽跟我的媽媽真麻煩這兩本繪本 讓小朋友對於母親節這個 有更有感覺之後就開始來寫 配合生活課我們把請他就是用零碎的時間 這節上課時間我們就發下一個一小張紙 請他畫媽媽的眼睛 然後下一節課呢鼻子 在下一節課嘴巴 哎你知道不同時間畫出來的 那個比例就會不一樣 老師收過來 下一次請他畫上臉 然後把五官貼上去之後 就會變成這樣子 各式各樣的媽媽 然後各班的老師就把他貼到FB上去 結果媽媽會開始認領 這個可能是我兒子畫的 那個可能是我女兒貼的 真的有不同的神韻都很不一樣 你看這個媽媽 如果媽媽看到這樣子 不知道是該哭還是該笑 就是因為拿到的時候 我們就是配合學校的這個母親節的活動 然後背面再貼一張紙 就是讓他們把這個母親節的卡片做出來 那做出來之後 我們就讓小朋友帶回家 那另外英文課 我們的英文老師也都很 就是很認真 他就當他們寫英文的明信片 那反過來就是我們要寫書信的 信封的封面嘛 那也就是我們國語課在講的 我們就讓他配合這些活動 讓媽媽在母親節的時候 拿到很多不同的禮物 有不同的感動 好接下來我們要講到同才之間 就是我們剛剛的故事書 我們就把它放在那個 這個 種子小書巡迴展 我們就到各班去展出了 然後呢我們的信封面老師呢 他就說 欸我這邊有很讚的那個 讚的貼紙 暗生的貼紙 然後小朋友就開始寫了喔 你知道我聽到我班小朋友說什麼嗎 回來的時候他就跟我說 老師老師我跟妳講喔 我這個站上面啊 他寫了好多字喔 我好感動喔 我說那是你的好朋友嗎 不然怎麼寫那麼多 說我不認識他啊 這個對他們來講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勵 他們就開始 欸我覺得你的圖很好看耶 你的 你的這個 小球球好勇敢喔 我好喜歡你的小球球 這種對他們來講就是一種很大的回饋 然後老師在幫他們寫一些字 在他們小書上面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 放在旁邊 像我這個 我班的作品我都放在旁邊 他們都一直問我說 老師什麼時候可以帶回家 我想帶回家給我爸爸媽媽看 我說妳等一下我先給學 學校其他老師看一下 所以等一下可以去 也去巡迴一下 然後他們就開始很想寫 很愛寫 好接下來是學會了 然後另外呢 我們就在想說 剛好我們的綜合課 有一些好書分享啊 要介紹好書給同學 所以呢 我們就透過雲水書車 然後各班老師有不同的方法 有時候是讓小朋友寫完之後 上台去講 那有的班集就是寫完好書分享 貼在後面書放著 放在好書分享的前面 那小朋友可以透過同學的分享 會讓他更想要去看那本書 好那最右邊是他們在做那個 種子小書的那個按讚 他們在寫評語的地方 他們就各班 小朋友就會到各班去巡迴 這次有 有交給我作品的小朋友 我就都跟著我們的 種子小書巡迴一起出去 然後他們也拿到了 種子跟其他農學的那個按讚 那另外這次好書分享 就是跟學校的活動 推推書啊 然後下面是 左下角的部分 是我們各班老師 請小朋友去做的好書推薦 然後我們可以貼在後面的 布告欄 或者是在我們的閱讀區 那小朋友可以去取悅我們的書 順便看一下 人家是怎麼分享這本書的 那像也有老師會在FB上 跟家長還有跟小朋友去分享一些書 那不是有跟 不是只有跟小朋友分享書 其實我們老師之間也常常在聊書 這是我們的聊書文化 嘿 那你看我們聊完之後不是這樣子而已 看完之後還會在LINE上 像這個就是經濟學姐LINE給我們 然後她就說 其實我們在教學生 不是在教他們知識而已 我們其實在教她產生勇氣 能夠去面對這個社會 面對他們未來的要面對的環境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看這些書 像欣慰老師也常常會跟我們分享 哪些書很棒很適合我們現在看 那我覺得老師之間我們有在聊書 其實跟學生也會產生一個共鳴 另外就是課文改寫 我們在聊完這些書之後 我們會讓他們有機會去把他的想法寫出來 然後像我們課文裡面有繼續文 把他改寫成詩 詩歌體 然後我們主題式的小日記 就是我們的小日記 有時候小朋友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那有時候我們會給他主題 比如說老師就會說 來我們來看看是不是 最近來寫個展覽之類的 你去參觀展覽 你怎麼參觀的 那就是小朋友把他參觀展覽的那個票根 還有他怎麼去的把他寫出來 然後還有他們會去拔樹葉拔完了之後 告訴你說老師這是什麼樹的樹葉 那我們也有圈詞短文 那這個部分呢 是我覺得我們各班真的都有在推 而且老師有看到他們的進步 那他們可以寫到六個以上的圈詞 然後而且越寫越多越寫越好 不是隨便亂寫的 真的有在進步 我覺得我以前還沒教低年級的時候 我都不相信低年級小孩子 可以寫出什麼東西 可是我覺得真的去看的時候 他們真的開始在成長了 那最後呢 我們的那個快樂讀故事 就是我們的國語課本在講到故事 那他就有開始經過結果 然後我們就去分享小朋友他寫的 像我們小朋友會寫那個圈詞短文的時候 他們的故事我就會拿起來 唸給他們聽 跟他們分享誰寫的好 好在哪裡 然後哪個人他的差在哪裡 差一點點哪裡再加強就會更好 然後他們會欣賞同學的作品 這是他們在欣賞那個 他們小書巡會的時候 然後受到很多小朋友非常歡迎的 就是這個按讚 你看他們這麼久了 就是為了老師寫上這兩個字可念 然後天天問我說 老師我們什麼時候有時間可以念啊 我說好快考試了 你等於等等我好不好 然後我們把他貼在我們的布告欄上面 他們就會下課上去看 他們有看了就會進步 然後最後這個是我們的小日記 那小朋友很可愛 他說老師我也甩零四個讚喔 我的文字大爆發喔 你給我那麼多讚 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我們老師就負責點火 然後啟發點燃他們的那個學習的渴望 想寫的那個熱情 然後希望他們都能夠 越寫越愛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